大家好,我是羽翼之兔 我用影片来记录我的生活 那今天我们要记录怎样的生活呢? 我去捡运南京三明路在松山那附近 去吃了一家吃到饱的餐厅 那么这一家餐厅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那我们就请大家期待接下来的影片咯 好,我是羽翼之兔 我用影片来记录生活的 那么欢迎你回来 如果你今天是新同学还没有订阅我的话 赶快点击下方的订阅钮订阅与我 那订阅与我的话旁边的小铃铛不要忘了 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哦 那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家美食 但是这一家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是在闲运南京三明路 我今天讲的以下的资讯 对家的资讯 都会在更多资讯下面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来观看 那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我们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然后装装如何 那我们就先去看 然后等一下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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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老河夜市的话那边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如果你从捷运南金山名路那边去走的话 应该会比较快一点 我们本来预计要吃另外一家的 可是那家真的排的太多了呢 所以我们就去吃了这一家 那要先说一下的话 就是这家的单价算是蛮高的 但是就是让你吃到吧 海鲜啊那些东西都让你吃到吧 然后还有冰淇淋那些都让你吃到吧 还有饮料这一些 那么我跟我朋友去吃两个人吃就大概 一千两百多块 等于一个人六百多块 然后吃到饱 它是石头火锅 它是烤肉跟那个火锅一起 它的肉会先炒过了之后 然后再加它的高汤 然后那个就变成你的汤头了 那么你再加那个你要的料下去 那它属于是供锅的部分 就是一个一大锅 然后两三个人 四个人吃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很care 很care就是人家的口水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么就可能跟它要个公块这样子 然后大家加这样子 那么基本上它的菜色上面都是还不错的 我有吃的海鲜 因为我觉得吃的东西怕太罪恶 所以都是点了好多菇 然后点了肉它是超多的 有牛肉羊肉猪肉这些肉 那么它会先有 好像一盘肉是让你先去炒的 你可以自己去选是 好像是牛肉跟猪肉拿去选它的汤底 然后剩下的羊肉那些你要再叫的话 牛肉猪肉那些你要再叫的话 再点这样子 那么点的话一次会来三盘这样子 它可能会看人数啦 但是用两个人的话它就给三盘 然后咕咕它就会用一个碗盒子呢 一个小碗然后这样子转着 然后看起来很好看这样子 那么鱼的话 我觉得鱼的话在分量上面的话 一个人来说的话 会比较少可以多 如果你是喜欢吃鱼类的话 可以多点几盘 因为我拿一盘的三盘 大概两三片吧 所以 呃鱼类的话可以就是多点 那如果你今天是完全不吃海鲜的人的话 那我就不建议去吃 因为我觉得 除非这个时候菜很贵 你去吃划算 那不然其实通常去吃的话 要吃海鲜我认为才比较划算 那么 如果你不吃海鲜 然后吃菜那些 配料那些 不感觉好像不怎么划算 但是如果你吃多量多的话 那就会划算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 如果你有去吃海鲜的话 CP值上面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么 饮料 呃 它的冰淇淋也是 算知名的哈吃 搭 什么挖钩的那一个牌子的 呃冰淇淋 那么 它还有水果啦 水果还有蛋糕啦 但是我觉得它在 就是点心配料那边 就 不较少 它比较主要的就是 欸就是主餐的部分跟饮料的部分 呃可乐让你喝到饱 然后还有一些 饮料啦咖啡那一些的 饮料的种类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在 甜点啦部分啦西瓜啦蛋糕那边 呃的 不是很多 就是种类不是很多 它主要 它供应的还是就是你的主餐啊鱼啊 菜啊那些 会 嗯 样式比较多 但是 在 就是那些甜点上面 会比较少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你吃那一锅 就一定能饱了 嗯 甜点我其实是有点 吃不太下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胃口很大 的话我可以去吃吃看 那么 呃 以下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面 如果你去吃不去的话 可以去吃吃看 嗯 那么 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影片就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给我一个大大的 喜爱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社群网站哦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我的话 赶快点击头像订阅 订阅我 或是在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 然后我推荐给你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点击来观看 还有资讯卡 也不要忘了跟我互动哦 或者是 而影片 推荐的影片也可以去观看 那我是每天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 六点三十分 八片 那是那一块 注意一下我的AFP的粉丝团 跟我的皮革吧 各有不一样的内容哦 那我现在有第二个频道 它是 我在做联盟行销的 那么那个 就是会是比较属于 就是在卖东西的部分 如果你喜欢你就去看 不喜欢看就算了 因为我没有放在主频道的 原因是因为 很多人对联盟行销 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感慨 所以我就直接干脆就另外开一个频道 然后你喜欢看的人就看 不喜欢看的人就算哦 OK 那么 今天就这样啦 我是用影片来记录生活的羽翼之兔 那我们来看看 下次我们来记录 怎样的一个生活咯 那今天就这样 拜拜 拜拜